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是直播中产生的录像 也就是昆杰主持家 好的 第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主攻 这样吧 咱们选一个重要级的选手 敦位级的选手 我打不赢你 我敦死你 是吧 就是所谓的 着歌 着歌 好的 那么先走一发 也不用管他 着定不着定了 走一发难瞒吧 左右的话 父亲都没有忙的必要 都没有忙的必要 是吧 一个是三行脆皮 一个是杂不动你的等着 一个是杂不动你的诸葛克 那就直接过了 下侯爸 发这个表情 我怀疑就有问题了 下侯爸 你以为前面有泰斯放蓝板 你就能随便决斗我了 哥哥也是有脾气的 也是 就是顺利的获得了所谓的技能 巧幸 对 所谓的技能 巧幸 那么这个中央是一个 大代人 就很可惜了啊 外甲勾将莫及胜 照理讲中央能配合左定 就配合九词 九词是有左定的 这家伙太坏了 太坏了 这个节奏 用暴三娘去打夏侯爸 你确定 有点罚不来啊 有点罚不来啊 那你毕竟贴主的暴三娘 你不能把他当成反爹来吧 是吧 有点罚不来啊 但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头儿 所以说还是一个所谓的忠诚吧 不拿得春的话 我也不指望你是内奸 对吧 是反爹怪好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暴三娘 他有没有关锁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来创造一个关锁 来吧 性感动作 再现变身 但是你要注意啊 变身是变身为关锁的体力上限 也就是说你是九体力上限也好 八体力上限也罢 变身为关锁的体力上限 也就是说是四体力上限 如果是主攻的话 就加一点体力上限 就是五体力上限啊 但是变关锁有哪些好处 咱们说清楚 第一 暴三娘的五粮加强 对吧 暴三娘的五粮加强啊 你看一下他这个五粮 当你使用或打出杀死 使用或打出都行啊 你获得一名其他角色的一张牌 若如此做 你获得那个牌的人摸一张牌 但是如果关锁在场 关锁也摸一张 所以说变身为关锁以后 强在这个地方 关锁也摸一张 第二 获得技能 震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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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成为蓝蛮的目标后 你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你对他造成随机一到三点上台 就是说这个暴三娘的震蓝 是他有变关锁以后 才获得的啊 就是这个女生 女生啊 你看震蓝 有人开蓝蛮 只剑一炮震蓝 当场就干你多少滴血 随机的一到三啊 随机的一到三 效果还不错呀 直接打到他秋团了 然后变关锁 第一个好处 武梁加球 第二个好处 暴三娘新得一个技能震蓝 第三个好处 关锁不亏呀 关锁相对你灯水是不亏的呀 你还要想一个问题啊 这个局势目前还比较早 等一会儿有的是人死 那就是说你关锁 真蓝的空间还很大 如果这后期只有两三个人了 你再变关锁 可能真蓝的空间都不一定大 是吧 有的是机会啊 咱们狗住就行了啊 现在留一点防御派去狗命 如果能狗住的话 他如果能死的话 做个三张 关锁三张获得一个当仙 免得被乐啊 先拿个当仙 不管有用没用 先拿着 对吧 他就说你现在 你还要当真杀 这还是个大关锁呀 三邪方的大关锁 想杀谁不是杀 还需要刀吗 对不对 大邪方的关锁啊 三邪方不错 这个时候照你讲 做个课打的还蛮 真蓝 四两千席 哇一下打三爪险 不救了 不救了啊 照你讲打的都挺重复的 这个如果成对决 不救 不救 对你说对决不救 直接大真蓝 还记得我说什么来着吗 也不过如此吧 真蓝的空间还很大 有的是人生 结束了 结束了啊 一个年度就结束了啊 负一马是白色啊 他全车祸了 但你一定要负一 人是 我家 死和 忽眠而止 无绝 你只要不先打死春珍 你就要负一 那你这个时候 你打死春珍也行 是吧 你不需要负一马 打死春珍也不需要先 你不要开五中门啊 开桃子啊 已经要开桃子了 死恨年年 无绝圣名 嘿嘿嘿嘿 说什么来着 从当年变身的那一刻起 我就觉得变身是不亏的 总体打下来 那是大大的赚了 并且结算页面写的是官署获胜 看到了 但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董婶 再现变装 再现变身了 性感董婶 再现变身 并且变身以后 一点都不亏 你说这 大力哥你那么大一个吨位 你变成了一个这么瘦小的 你怎么就不亏了 那瘦小的话 你可以摸牌是吧 摸很摸牌 那也不亏 好的 这一局选了一个王瓶 王瓶号称屌丝中的战斗机 那么他是怎样战斗的呢 飞军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弃直自己一张牌 先弃直一张牌 然后选择一下 一 另手牌大于你的角色 交给你一张牌 或另装备区里的牌 大于你的角色 弃直一张装备区里的牌 好了 屌丝中的战斗机 先作为一个忠才 还有一个逼捋 锁定计 对没有发动过飞军的角色 发动飞军时摸二张牌 比如说你第一次对鲁树发动飞军 那你就可以摸两张牌 看你要不要盲狙了 对吧 估计是要盲的吧 你肯定见到鲁树不激活 激活诸葛战是很多女子的 给他出了 出了以后上一个刀 再丢一张杀 你就是二手牌 你可以对鲁树发动飞军 对吧 先弃职这一张牌就不结算了 那你是二张还是三张 那就可以飞军了 那么鲁树交给你一张牌 然后触发兵略摸两张牌 他就是这样战斗的 所谓的屌丝中的战斗机 就是这样战斗的 能小控能小摸 但是每一次你不一定就能严格的兵略摸两张牌 有些时候甚至飞军都发动不了 这个地方还要说明一下 新服的王瓶跟经典服的王瓶结算是不一样的 新服的王瓶那张牌还没丢出去 它是同时进行选择的 也就是说刚刚不能对鲁树发动飞军 因为我当时是三张神服 那张牌还没丢出去 新服是这样监测的 经典服就好多了 先丢那一张牌 那张牌一丢我就是两手 那我就可以对鲁树发动飞军了 所以说 经典服的王瓶还可以战斗一波 屌丝中的战斗机 新服的王瓶就暂时不要选了 这是我的建议 行吗 那当然有些人说我不玩新服 不玩新服你就当做刚刚那些话没听到 你们 这是一个内奸 这是一个反对 看来反对你要注意有一个问题 这是经典的双激活组合 啥意思 见到鲁树一般来讲 非常想直接先打死 关锁也是想先打死 你想一下关锁如果放到后期会怎么样 强无敌啊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地方就想打死关锁 又想打死无数 如果火力不充足的话 往往就是谁都打不死 然后关锁无数那一方获胜了 看这一局怎么样了啊 这一回合的话 应该是可以对关锁进行发动飞军和兵虐 是吧 关锁是第一次 那就相当于是又能关锁交一张 又能拨两张 也算是一个过牌率 对吧 前两回合还是比较顺利的 飞军跟兵虐都打出来了 还是比较顺利的 从目前来看 鲁树快死了 黄盖是有所谓的 快死了 鲁树是没什么状态的 但是鲁树死了以后 关锁就要加状态了吧 当你说先打死关锁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不太现实 黄盖还可以 输出还可以 是这么干的 好吧 恭喜 希望你能打死关锁 不能说恭喜 八只还没一撇 你恭喜谁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时候 忠诚黄盖 不妨碍控场 对吧 也就是说 关锁跟鲁树一个都还没死 那这个时候内奸是全力打货的状态 来 一杀差 一杀二 这也就是一杀二 先结算关锁 虽然你杀的鲁树额外的关锁 但是关锁跟鲁树是同时成为目标的 所以说按 背迷糊的历史 正先结算关锁 结果关锁狗死运没死成 也不是说狗死运吧 人家本来就有牌 好了 对鲁树发动过飞军和逼虐 对关锁发动过飞军和逼虐 然后目前还不完整 那就对诸葛瞻发动 那你说你手牌这么多不方便啊 那就装备嘛 我先把自己的装备丢了 然后诸葛瞻的装备不就比我多了吗 哎呀有桃子 关锁好爽有桃子 好了 那对诸葛瞻发动啊 一定要过论两张牌 要不然你打死关锁 难如登天 五股丰登的桃子你都搞不定 是吧 来吧丢腾甲 那他就丢出衣服 就抹两张牌 是吧 抹两张牌 然后就毁攻 哎呀人命中太帅了 再砍一刀 能死吗 能死则死 不死闪电劈死你 话先说到这儿 关锁那我死了吧 对吧 不死闪电要劈死我 那我还挣扎个啥 死了算了 哎呦 这个觉悟就好 对吧 可以的 其实很侥幸了 为什么 诸葛单是可以 共闪电的你知道吧 很侥幸了 他三张牌没有闪电牌 那如果有的话 他这个罪论啊 结束阶段观看三张 没满足一项便保留一张 然后以任一顺务 放回七一的牌 放回七一的牌 可以调顺序 知道吧 所以说这还是很侥幸的 一副好骨 要不然他直接批死我了 你还这么得瑟 那么从目前来看 三次避虐了 对吧 三个反贼三次避虐 是不是满足了战斗机了 还算是战斗了 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 你飞军发动不了 你就是屌丝了 即使发动了飞军 也就是简简单单的 交易当台 所以说王平被评为 屌丝中的战斗机了 他也就是说 承认他有一定的战斗的实力 但是总体来讲 他跟不上那种主流的强将 跟不上主流的强将啊 好了 那这一局的话 依然是可以选择丢装备 然后对内奸发动飞军 那么飞迷乎也是第一次发动 那就是有一次拼虐 然后集火这个曹英 悲迷乎是觉醒的悲迷乎啊 目前还没这么好打 就是现在其实 不如留于此身 可能就只能再对曹英 发动一次兵虐了 飞军的话 后期就是小飞军了 比如说搞他一个装备 或者是他交一张牌 但是兵虐后边就越来越没了 但是现在对曹英还有一次 哎呀曹英居然是尖雄行商的配置 好了搞规矩 对吧 哎呀舍不得牵兵娘 我就舍不得 谁让你过不了乐呢 是不是啊 有些时候啊 如果说为了你自己过两张牌 对对而发动飞军 也是可以的 不要太拘泥 对吧 该过牌咱就过牌 主将何在千里之外 你看啊为了过牌 就找牛排 对不对 顺手牵羊 哎呀神无限 再打一个无限 激化动 顺带那个难打的飞迷糊 也解决了啊 飞迷糊是觉醒的飞迷糊 有为什么防御的啊 重启下来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战斗机 就黄盖没发动 其他 其他六个人全部发动了 那整供游戏也只打了六轮 对吧 整供游戏只打了六轮 那你说每轮多过了两张牌 哎可以了 对得起了 相当对得起了 啊行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就本期也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坤姐直播 在虎牙直播平台搜索 房间号630964 或者直接在虎牙直播平台 在虎牙搜索张坤直播三国叉 好的 谢谢大家